哈喽大家好,我是李飞白,本次春季赛肖爵没能登上大名单 之后他发文表示,要休息一段时间 从他的发文来看,肖爵很可能回不到赛场了 至少在DYG很难首发,肖爵不算是明星选手 但他也在KPL赛场上留下了自己的痕迹 肖爵最开始在VG俱乐部打次级联赛 不过多数时间都在替补 一直到20年来到DYG才得到了机会 20年秋天是肖爵的主场 他登场后DYG一个大场都没输过 当时肖爵之所以被大家关注 是因为他和九成竞争首发 肖爵能以阿九成成为首发 也足以证明他在当时那个版本的实力 不过肖爵的高光来得快 走得也快,到了21年肖爵的表现 就远远不如20年了 经常会出现一些不该有的失误 上半年DYG的成绩不太好 到了下半年肖爵面临新人绝命的竞争也没能胜出 他也就逐渐失去了首发机会 在这次转会期 肖爵也没有挂牌 最后连大名单都保不住了 他似乎是个比较佛系的选手 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在赛场上看到他了 小伙伴们如何看待肖爵没上大名单呢